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当我们诉说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要追求你的真理 因为你说过你就是真理 你说过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主啊 求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 特别是圣灵此刻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离了圣灵 我们不能进入真理 是你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 主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圣经里面讲它不仅有恩典也有真理 而且说它不仅是道路 而且是真理和生命 那么耶稣怎么会是真理呢 一个人怎么会是真理呢 他身上有哪些真理呢 我觉得不管是神学家还是普通人呢 我们原来都有一种看法 无形中的看法 那就是耶稣身上什么都有 就是缺少系统的真理 耶稣的话的确听起来很简单 很零碎 他用的比喻很浅白 讲的故事很直谱 读起来不像是理论 更不成系统 但是呢 这只是表象 如果停留在这个表象上 就大错特错了 我的体会是 耶稣身上有全辈的真理 不仅是全辈的 还是颠覆性的 不仅是颠覆性的 而且是本源性的 就是有形有体 有血有肉的 居住在他里面的 我现在讲这个 耶稣的真理具有全辈性 全辈的真理在他身上 他虽然不像保罗 有那么多辩论 那么多概括 那么多推论 更不像神学跟教义 那么调分细律 但是耶稣的每一个短语 每一个宣告 每一个故事 都闪耀着真理的光 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一个太阳 真理的太阳 真理的体系 我发现啊 凡是人生最重要 最基本的问题 耶稣一个不辣 全讲到了 都向人交了底 从耶稣的言语行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真理观 信仰观 圣洁观 善恶观 罪恶观 生命观 智慧观 人生观 幸福观 苦难观 财富观 全能观 品格观 待人观 处世观 婚姻观 公义观 自由观 政治观 上帝观 天国观 未来观 等等 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讲 一共22个观 第二 耶稣的真理具有颠覆性 耶稣的观念 跟流行的思想观念 道德观念 宗教观念 往往格格不入 甚至大相径庭 耶稣常常使用的巨型是 你们听见有话说 如何如何 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 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 比如他讲哈 你们听见有话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恨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一眼还眼一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 把左脸给他打 他是颠覆性的 耶稣曾经用过一句话概括这种颠覆性 他说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让我想起中国古人说的凡者道之洞的说法 第三点 耶稣的真理具有本源性 什么叫本源性呢 就是说耶稣身上的真理是没有被污染 没有被掺杂 没有被稀释 是纯而又纯的真理本身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圣经记载的耶稣原貌 来认识耶稣 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特立独行 听起来多么不合情理 一定按照四福音书忠实地记载的那个耶稣 去认识耶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解释 任何的归纳 任何的概括 都会掺杂上我们人的一些东西 要是认识耶稣的话 一定要读四福音书的原文 耶稣的真理具有本源性 也是说他不仅是人间一切命无物的照妖境 也是人间一切真理的照妖境 因为人间有各种各样的真理 不管是哲学的 科学的 神学的真理 都要拿到耶稣面前来 看看合乎不合乎耶稣 都要返谱归真 正本清源 特别是今天 真理满天飞啊 彼此之间争个不停 最后谁是真理 根本分不清 信息大泛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只坚信一点 那就是耶稣是真正的真理 是真理的本源 只有耶稣是通天的 是那个道 宇宙的道 来到了人间 就像我说的 这个大黑屋子里面 只有它是那个门 只有它透过光来 只有它可以让我们出入 出入这个时空 基督教为什么叫基督教 说到底就是 它以基督为本源 为真正 否则你就不叫基督教了 耶稣是真理的本源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耶稣不是部分真理 而是全部真理 不是一种 而是一切 不是他被列在真理中 而是真理被列在他里面 注意哈 不是依据真理来讲他 而是要依据他来讲真理 这个很要紧的 按照真理来认识耶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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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照耶稣来认识真理 因为除他之外 别无真理 这是我也讲的 这个真理观的 那个引言部分 下面讲耶稣的真理观 引用的就是 比拉多的那个结问 罗马驯服比拉多 审问耶稣的时候 问他 你是王吗 我是 我生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于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真理到底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呢 这一句话 是一个千古结问 回荡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 直到今天 语音缭绕 世俗跟宗教都做出过不少的回答 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先看世俗的真理观 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他认为真理是一套理论和观念的体系 比如科学真理 哲学真理 都是这样 它是一套理论 一套观念 第二 认为真理是人追求和探索的结果 第三 他认为真理是人可以掌握的 实际上以真理的掌握者 自居的人随处可见 这是世俗的真理观的三个特点 再说宗教的真理观 各种宗教的真理观大不相同 但有一些共同特点 比方说 都有一套至高无上的经书 有一套律法 然后落实到他们的教派 教义 教规 教会的权威上面 以基督教为例 宗教改革前 真理是掌握在教皇手里 宗教改革后 每一宗 每一派 乃至每一个人 都试图掌握真理 办法是什么呢 选择性的摘取 串联和解释圣经经文 并选择性的挪用 教会的传统 加以佐证 你看看 现在人人都引经据点 标榜自己掌握了 纯正的真理 罗素说的好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 那证明你们谁也没掌握 那下面我们看 耶稣的真理观是怎样的 真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耶稣的真理观 跟世俗的真理观不一样 跟宗教的真理观也不一样 震聋发聩啊 耶稣告诉我们 第一 真理不是理论 真理是一种实存 是真相 第二 真理在圣灵里 第三 真理不是人探索得来的 而是上帝启示的 第四 真理不属于任何人 只属于上帝 第五 真理是无限的 不可能被人一手掌握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真理就是本相 真理的原意就是真实是本相 中文真理这个词呢 因为有一个理字跟着 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套理论 是吧 谁能讲通 谁能辨形 谁就有真理 这就上了大档 真理这个词的原意 并不带有丝毫的理论色彩 the truth 本意就是真实 是真相 如果一个人说 please tell me truth 他不是想听你一番道理 而是让你告诉他真相 同样 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 他绝不是说我是一套理论 而是说我是真相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是这个意思 既然真理的原意 是真实本相 那么最大的真理 就包含两方面 一 神的真相 二 人的真相 真理呢 总是跟虚谎相对应的 真理是真相 那虚谎就是假相 假相在哪里呢 亚当堕落以来 人类就生活在假相当中 这个假相就是 蛇给人的那个假设 说你的眼睛是亮的 你可以像神一样 你可以分善恶 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 不管他们对完善人类的行为 起到了多大作用 最终是建立在这个谎言上 什么谎言呢 就是说你能 道德主义 在要求你的时候 就假定你能做到 所有的道德律法要求 都是建立在这个 由蛇提供给人的假定上 这个假定不是神说的 是蛇说的 说你吃吧 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 你就能像神一样 能分善恶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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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你能 由这个假设 我们才建立起一个 道德体系 让人去遵守 然而人果真能够如此吗 不能 中国古人说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 老百姓都懂这个道理 这个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而且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 世人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呢 人可以靠律法得救 不符合人的本相 不是一条真理 我刚才讲了真理的意思就是真实本相 一个是神的真实本相 耶稣表现出来了 表明出来了 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实本相 只有在恩典之下 你才能表露出来 就是赤裸 坦荡 敞开 就像那个税吏吹着胸说 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个时候你越真实 神越喜悦你 这也是为什么 形形色色的罪人 都不顾羞耻 赤裸敞开的走向耶稣 耶稣为什么喜欢跟罪人在一起 而不喜欢跟法利赛人在一起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罪人真实 而法利赛人不真实 我们人都喜欢跟真实的人在一起 对不对 法利赛人不真实 不在真理中 而耶稣呢 是只按照真实的本相接纳人 只在真理中接纳人 所以他跟那些脱光了的在一起 他不跟那些道貌安然的人在一起 他不喜欢 活在律法下呢 早早晚晚你会乐入好的虚伪 活在恩典里呢 则会显出不好的真实 人在恩典面前 没必要假装好 因为恩典的本意 就是恩在不好的人 你何必假装好呢 所以恩典是带来真理的 恩典是带来真实的 谁要是假装好 恩典就与他无缘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真理就是真相 就是本相的意思 律法给带来虚伪 恩典带来真相 第二节 真理在圣灵里 我学哲学学了很长时间 我们都认为真理是一套体系 一套理论 一套观念 像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真理的体系 存在主义是一个真理的体系 实用主义是一个真理的体系 大概几十种 在人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真理的体系 各有各的真理 张家一套 李家一套 各学派 各宗派 包括神学上 没有一个统一的 耶稣说 从父而来的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他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真理在圣灵里 这个宣告 对我们这些一直以为真理 是一套理论的人来说 是一个阵容发聩的启示 他至少启示我们这么几点 七点我列了 第一点 这表明真理永远是属于神的 不是属于人的 人可以进入真理 领受真理 体会真理 但人永远不能一手掌握真理 任何人都一样 耶稣让我们彻底谦卑 第二 真理是圣灵恩赐给人的 不是人学来的 人学来的叫知识 只有圣灵向人启示的 才叫真理 所以呢 只有降服于圣灵 才能进入真理 圣灵向我们启示多少 我们就进入真理有多深 被动 我们人是被动的 第三 真理不是一套理论和观念 这个我讲了 真理是一种实存实体 就是圣灵 圣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圣灵是一个观念 现在就在这里 虽然无形无相 但它却真实存在的 就像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你测不出来 它真实的很 它让太阳跟地球的关系 保持着一个恰当的位置 它让这个宇宙成为一体 测得出来吗 测不出来 但是它存在 圣灵让我们合而为一 即使将来万物都消失了 圣灵依然存在 它是唯一终极的存在 所以称得上是真实的存在 第四 认识真理 不能不借助于理性和概念 而且你要表达真理 就更离不开理论跟概念和语言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提醒我们 应当时刻清楚地意识到一点 什么呢 我们对真理的把握和表达再好 也不是真理本身 也一定会受限于你的种种缺陷 这个缺陷就包括 你的经历 你的出身 你的阅历 你的知识结构 等等等等 第五 如果只是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 推敲和辩论真理 而不是在圣灵里去谦卑地接受真理 方向就错了 我们常常有这种经验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苦思冥想不得要领 这个时候你放下它 安静在神面前 清心祷告 不知不觉呢 问题就解决了 灵感就来了 这种经验一再证明啊 真理确实是在圣灵里 第六 头脑不是真理落脚的地方 心灵才是真理落脚的地方 因为真理是圣灵 所以它落脚在我们的心灵里 不是在头脑里 意识到这一点呢 会叫一些头脑很大 心眼很小的人获益 最后第七 既然没有圣灵的引导 人就无法进入真理 那么辩论就是无效和无益的 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现象 不同的人相互争论 辩论讨论 怎么论也论不到一块 到头来还是谁也不负谁 可是当大家一起跪下来 祷告的时候 气氛立刻好转 争论停止了 心灵开启了 冒火的眼睛都闭上 取而代之的是流眼泪 等睁开眼的时候 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耶稣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它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是没有真理的圣灵来了 你不可能进入真理 这是第二节 下面第三节 真理无限 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个话 中国教会通用的合合本圣经 翻译成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它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这个翻译显然不准确 将进入 翻译成了明白 但我们感谢 那个可尊敬的翻译者们 他们谨慎地加了一个客户 客户里注明 原文是进入 这让我们得以知道 原文是进入 感谢上帝 借着这个事故 让我们看清这两个字的差异 我觉得有神的美意在里头 一个是明白真理 而且是一切的真理 一个是进入一切的真理 哪一个正确 当然是进入了一切的真理 你怎么能明白 无限的真理 我们人怎么能明白 我们只能是进入 所以说耶稣用词用的是真准确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真理只能进入 不能明白 我说的不能明白 是指不能完全明白 一百多年前 西方传教士 迪考文和富山等人 他们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 明白一切真理 和进入一切真理之间的天壤之别 一切真理本身 就是一个无限的概念 人怎么能明白这个无限的一切真理呢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用明白 而是用进入 显然是精心挑选 十足严谨 语义极为深远的 你可以说我乘船进入了大海 你却不能说我乘船明白了大海 你可以说我坐飞机进入了美国 你却不能说我坐飞机明白了美国 宇宙飞船可以载我们进入太空 但却不能叫你明白太空 真理的本体是圣灵 圣灵是无限 所以有限的人呢 只能进入它 而且越进入 越是惊叹真理的无限 越是因为自己的有限而谦卑 越是进入 真理就越深越大 自己就越浅越小 就好像一个万吨轮 驶入大海深处的时候 就会像一片树叶儿一样 我真的有这个经历 我那是好多好多年前 我到上海黄浦江 坐一个万吨轮 那时候万吨轮算是很大很大的轮船 从上海坐到青岛 那个船大得不得了 在黄浦江那个码头上 但是到了深海的时候 在风浪中飘起来 哎呀我就吐啊 真的像个树叶儿一样 那么渺小 在大海里头 第二层意思讲的 有牙和无牙的问题 人类中有大智慧的人呢 对真理的无限性 早就深有体悟 所罗门不用说了 古希腊人苏格拉底 柏拉图 中国的老子庄子 都谈论过这个话题 我只提一下中国古人 庄子说 五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代以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说人生来是有限的 真理是无限的 你用有限去追求无限 死定了 就是这意思 怎么办 庄子比较消极 他叫人放弃 不像到耶稣这里 耶稣答案比较乐观 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耶稣这有答案 真理 圣灵 老子说的比庄子更深入一些 老子说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知日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做学问的时候呢 越学越觉得自己丰富 有长进 求道呢 正好相反 越求道 越得道 越入道 越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懂 很贫乏 这种谦卑再谦卑 虚己再虚己 渐渐会达到一种心态 就是发现自己彻底 无知无德无助的本相 什么也不能做 这就是无为的境界 在这种无为的境界里呢 也就是靠着道 投靠道 就无所不为了 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是人不是神 我什么也不能做 我只能仰赖神 当我这样单单仰赖神的时候 神就为我成就大事 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一个逻辑 一个属灵的逻辑 接下来第三层意思 我要分享 错误的常情常理 为什么提这一点呢 我就想起来很有味道 很有意思 就是当年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小组 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成进入呢 为什么非要用明白这个词来代替呢 你看我们今天说进入 没问题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你就不用进入 非要用明白呢 只有一个解释 唯一的解释就是说 明白这个词更合乎常情常理 更合乎人们的说法 比如说真理自明 真理使人明白 不明白真理怎么行 都是讲明白真理 我们很少讲进入真理的 是吧 一说到真理呢 人心自然想到的就是搞明白它 就是真理在胸 真理在握 就是要坚持捍卫真理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耶稣的观念 就是真理无限 人只能进入 不能掌握和明白 这个观念是反常的 第四节 真理就是耶稣 耶稣是从圣灵而生 他说 我是为此而生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他又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耶稣是真理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这句话意味着 人要进入真理 就得到耶稣这里来 就得看耶稣 就得听耶稣 因为真理太无限 人无从把握 于是上帝就借着耶稣 给了我们一个入口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道太玄妙了 你无从捕捉 更无从明白 怎么办呢 我给你道成肉身 有形有体 有血有肉 可吃可摸 这是圣经上讲的 所以我要讲第一点 就是说 耶稣的生命就是真理 真理就在耶稣的生命里 也就是说 耶稣把真理活出来了 哥罗西书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就是活出来了 他说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 我与父本为一 所以人进入真理 就是进入耶稣的生命 看他是怎么一个活法 还有第二 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真理就在他的话里 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这是耶稣亲口说的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又说 父啊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如果说整本圣经有真理 那这个真理就集中在耶稣身上 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 真理在人间传播 离不开人类的语言 圣灵呢 就以人类的语言为载体 从耶稣的口中发出了 不同凡响 至高无上 但是呢 又不失去 他泥土一般的质朴 只要有耳能听的 就可以听 他用的语言 都是我们都听得懂的语言 上帝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听得懂 大能包括能让我们听懂 综合上述两点 我们说耶稣就是真理 真理在耶稣里 在耶稣的生命和话语里 这样的话 我们常常吃喝耶稣的生命 有血有肉的生命 同时心里常常存着 耶稣实实在在的话语 好了 这就是活在真理当中了 这就是活在真理里 那么最后一点呢 还有全能的问题 他的全能 也是真理的全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呢 因为耶稣有两句话 是不同的 他第一句话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第二句话他说 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那到底是真理 叫我们得自由呢 还是耶稣 神的儿子 叫我们得自由 真理使人自由 和儿子使人自由 两者是一回事吗 应该是一回事 因为人看得见的这儿子 就是那测不透的真理 就这么说 那人类看不见听不见的道 如今在儿子身上 看见了听到了 耶稣什么个活法 真理就是什么样 耶稣什么个说法 真理就是什么样 真理叫人得自由 就是耶稣叫人得自由 真理叫人成圣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 真理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所以当他说 我叫你们得自由 和他说真理叫你们得自由 是一回事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你让我们看清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你 就是你自己 主啊你就是那灵 你那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我们要在真理里得自由 不是受捆绑 主啊你的真理比我们大 你的真理无限 我们要在你的真理中畅游 我们在你的真理中 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 主啊谢谢你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真的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开启 我们无人能进入真理 若是你的圣灵开启 我们就可以很顺畅地 进入到你的真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